几个小年轻在车里,发现了一对夫妻,他们瞪着眼睛一动不动,早已身中数枪而亡,伤口还很新鲜,说明两位死者的死亡事件。 大概在几个小时前,女死者身上的礼服还挂着吊牌,一看就是租的,在什么情况下,人才会租礼服呢? 馒头书仔细查看了两具尸体,这对夫妻没有带礼物,所以不是来参加婚礼或生日派对,加上他们特意将破旧的车停这么远,显然是来参加同学聚会的。 众所周知,同学聚会也是攀比大聚会,果不其然,不远处的酒店正在举办15周年高中同学聚会,前台是一名年轻的小姑娘,从她口中得知,死者夫妻的确来参加了聚会。 随后,李斯本找到了聚会的组织者,学生会主席金发姐,她说她根本就不知道死者夫妻参加了聚会,因为她并不是这些校友。 15年前,她就因为一个恶作剧被开除了,一旁的光头男补充说,高中时,死者将内裤套在了另一名叫做阿杰的同学头上,并将阿杰扒光,靠在了女更衣室,还拍了照片贴满全校。 这时,一名叫家部的同学走了过来,金发姐和光头男立马上去鳄鱼奉承,原来,家部将竞选加州副州长,她是这批同学里最有出息的一个。 如今,光头男事业有成,而金发姐也成了一名脱口秀主持人,对于死者夫妻,他们并没有多大反应,因为死者从来都不起眼,而当年被死者整骨的阿杰,也很快退学,从此销声匿迹,甚至没来参加这次聚会。 馒头叔非常厌恶这些人,因为这里所有人都想着攀比。 这时,馒头叔看到光头男和另一名同学,正在欺负一名瘦弱的男同学,馒头叔过去鼓励小兽,15年前被欺负得那么惨,现在就该兑回去,几杯酒下肚的小兽,瞬间觉得馒头叔说得有道理。 没曾想,宴会上的人都打了起来,把整个宴会给搞砸了,甚至还有人因这场斗殴进了医院,李斯本一肚子火,谁让馒头叔到处惹是生非,可又对调皮的他无可奈何。 据调查,死者的妻子是波兰移民,夫妻俩出事前曾接到威胁电话,电话里,一个恶狠狠的男人,向死者索要金钱,对方是一名中年混混,混混说,死者妻子是他通过跨国相亲网站,从波兰买来的未婚妻,乃至他来到加州后,就和死者跑了,他只是想要回当初买死者妻子所花的两万美金。 一对夫妻惨死于车内,死者母亲说,15年前的那场恶作剧,毁掉了儿子的一生,让死者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,只能在一家小印刷店打工。 馒头叔怀疑,凶手可能是15年前被死者脱光拍照的阿杰,毕竟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恶作剧。 然而老周调查道,当年阿杰在经历恶作剧不久后,就退学了,阿杰也离开了小镇,从此一举不振,染上了毒瘾,最终在23岁那年去世。 而死者这个罪魁祸首,却安详地活了15年,现如今被杀也是罪有应得,可如果阿杰不是凶手,那么真凶究竟是谁呢? 另外瑞哥还调查道,聚会上自称刚到家的家部,实际上他早在一天前,就已经赶了回来。 原来,之前在聚会遇见的前台小姑娘,是家部刚满15岁的私生女,他特意提前一天,来看望女儿,之所以向警方撒谎,是因为他的竞选即将开始,他不想让私生女的事影响自己的事业。 另外他还透露,他曾偶遇过死者,当时死者还说要帮他复印竞选传单,死者是讨好型人格,从学生时代开始,他就通过帮同学代反,温习功课之类的,试图讨同学的喜欢,却不知,越卑微的人越得不到尊重。 而后馒头叔来到了学校,这里正在举行周末庆典,据学校的校长回忆,死者除了15年前的那场恶作剧,没做过什么出格的事情,而恶作剧的对象阿杰非常贫穷自卑,整日穿着一件破夹克,待在角落,也正因如此,他非常不合群,在高中,不合群的后果就是被排挤。 那次恶作剧,给阿杰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创伤,一个月后,阿杰的家人就给他办理了退学,当时校长也问过死者,为什么要做这个恶作剧,死者只是耸了耸肩,说自己也不知道,馒头叔看了看恶作剧发生的地方,询问校长,既然阿杰当时被内裤蒙住了眼睛,那他是怎么知道始作俑者是死者? 校长解释说,当时阿杰是靠声音指出的,死者被指认后也大方承认,而后,馒头叔带着那届的校友录回到了警局,他让瑞哥记下这些人的相貌和名字,然后扮演早已去世的阿杰,去参加同学聚会,瑞哥当然是拒绝的,馒头叔威胁,如果瑞哥不干,他就把瑞哥和小佩的办公室恋情说出去。 众所周知,同学聚会,就是个攀比聚会,聚会庆典上,同学们跳着难堪的舞蹈,人高马大的探员瑞哥,终于上场,他用一下午的时间,终于记下了60位同学的相貌和名字,气质出众的他,挨个和同学打招呼,阿杰早在23岁那年去世,生前没人在意他,自然也没人知道他的死讯,大家只记得他被扒光那件事,没想到他现在竟如此人高马大,气质出众,光头男一行人纷纷上前与他打招呼,很快,到了颁奖环节,瑞哥抢下了金发姐的话筒,他表示, 和大家宣布,他说自己在这15年里已经脱胎换骨,现在来同学会的目的,就是找到15年前恶作剧的真凶,在一个月前,他接到了死者的电话,说他当年是受人指使,才犯下的大错,现在我就要公布那位卑劣的指使者,瑞哥一直在拖延时间胡说八道,眼看着就要编不下去时,馒头叔终于找到了嫌疑人,金发姐离开了会场,正急着收拾东西逃离,原来15年前,阿杰就得罪了金发姐,他知道死者暗恋自己,便指使死者,将阿杰靠在更衣室里,然后把内裤套在了他的头上拍下 照片,馒头叔在金发姐的行李箱里,找到了当年的照片,他拍下照片还不甘心,甚至还去和阿杰合影,留作纪念,当年是战利品,现在却是实打实的罪证,馒头叔也推理出了案发经过,15年后,金发姐出人头地,却没想,贫穷的死者,拿着当年的照片和底片,向金发姐索要金钱,他一怒之下,枪杀了这对夫妻,金发姐说,自从死者有了妻子后,就不再把他当成女神,不仅如此还勒索自己,这是他不能允许的,他安然无恙活了15年,现在也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,付出 不代价